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工作时间较长 要求事项较多 环境较不自由 也让很多军人兴起了转考公职的想法 也利用了军中的休息时间 或者是睡眠时间来认真读书 那个过程真的很辛苦 为了自己的虔诚 为了达联长官 不少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也都顺利的考上了公职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 还有一个士官 一个上位军官的例子 看我们为什么要考公职 我们是如何考上公职的 提供现役职业军人 耳后转考公职之参考 认识我比较久的朋友都知道 我退伍前的最后一个单位 是一个学校单位 因为与校长理念完全不合 毅然决然打报告退伍 政战处长还曾经问我 退伍后想要从事什么工作 我随口回他 考公职当公务员吧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就想告诉我 就凭你也想考上公务员 从上完报告的那一刻起 距离我报考的公职考试仅剩半年 我就开始每天晚上八点看书到凌晨两点 有一次校长跟处长还晃到了我的办公室 也不忘给我一个不屑的眼神 就是那个眼神 所以我把读书时间延长到了凌晨三点 我也非常感谢那段时间看不起我的那些长官 让我更坚定了我的意志 退伍后两个月 公职考试放榜 我如愿考上了公职 录取通知上传到脸书的那一刻 长官们都傻眼了 我只是想告诉他们 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我曾经带过的志愿义士兵 因为当年没有考上国立大学 又负担不起私立学校的学费 所以决定要报效国家 当一个职业军人 期间还运用了国军的工与进修 取得了大学的学历 晋升士官服役六年多后 对于国军的各项事务 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也决定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因为军公教的年资可以并计 他不想浪费自己六年多的年资 决定报考公职人员考试 期间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看好他 不就一个志愿义士兵转士官而已 不就一个私立大学的学历而已 这样也想考上高考三级 你们没有听错 他是报考高考 读书的过程我就不说了 肯定是非常的辛苦 知道他高考录取之后 我也有亲自恭喜他 他目前在南部的某教育级上班 第三个例子是某一个上位军官 也当完了连长 也有正规班的学历 当时正在历练幕僚职 按照正常的经管发展 升到中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在每天加班到凌晨的同时 他总是告诉自己 这种报干的日子 我到底能撑多久 升少校后到服役满20年 还有多少这种报干的日子要过 在跟女友讨论过后 他决定办理退伍 全心准备公职人员考试 各级长官也全力未留 其实这个上位是一个好人 很好相处 没有什么心机 也就是因为这样 被凹的几率也相对增加 当他对这个工作完全没有心思的时候 就算总统来 也留不住他 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 他也是一次就上 现在在某个交通部的所属单位服务 上面所举的都是成功的例子 我总是觉得 只要下定决心 努力去做 或许终究有成功的一天 军人不是不会读书 他只是没有全心去读书而已 所以身为职业军人的你们 如果真的想要转换跑道 想要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不要惧怕公职考试的超低录取率 只要全力用心 你也一定可以录取的 你在服役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一些长官或同事 只要你做什么事 他们就要酸你一下 亏你一下 尤其是那种想要报考公职的弟兄 被酸的几率是最高的 一下说人家考不上 一下说人家浪费时间 我倒是很想问问这些人 人家有勇气运用服役的零碎时间 设立一个目标去执行 这有什么不对 总比你们休息的时候 去讲电话 去迎战 去抽烟 来得更有意义吧 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 我如何在军中被长官拴了之后 更是发愤图强 迈向成功的例子 当初刚下部队不久 就去接了人士的业务 开启了我无尽加班的日子 光是打字就占了我非常多的时间 副营长看到我打字 还曾经说 你打字这么慢 要打到什么时候 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每天还是要忙到晚上十一十二点 有一天有一个五期的女士官就跟我说 我教你打仓劫啦 你这样会影响你的作业时间的 真的是太慢了 旁边的人也在那边吆喝启后 这次就真的刺激到我了 我什么都学 就是不学仓劫 我就利用休假的时候 到书局买了一本无虾米输入法的书 利用每天作业完毕后的时间 再留下来练习打字一个小时 当时没有人知道我在练习打字 经过了一个月之后 我就跟那个五期的女士官说 我们来比一下打字看谁比较快 就在大家的见证下 她十分钟打了六百多个字 我十分钟打了八百多个字 之后的日子里 我是越打越快 所以不要瞧不起别人 他们只是比较晚学习 并不代表他们很差 我下部队过了十年后 国军积极推动硕博士班全时以及公余进修的做法 当时我自己也觉得 学士学位太过普遍 所以我就有了报考公余进修硕士班的打算 很多人会问我 为什么不报考全时进修的硕士班 因为我知道硕士是我的最后一个学历 我只想读我有兴趣的 我就利用军中的零税时间 开始准备学科科目 举凡集合前 开会前 部队闲置的时候 都是我背诵看书的时间 晚上再利用睡前两个小时 全心看书 很多人当时知道我要报考硕士班 没有一个人是看好我的 会说 哎哟 看书 我们不要吵读书人 这种话已经算很能听的了 很多长官更是直接说 他考不上啦 国立大学的硕士班 又不是烂私立学校的 他绝对考不上 真的非常感谢当时大家的刺激 就是因为有你们的刺激 才让我如愿考上了硕士班 我在分科教育的时候 体能战绩成绩都是满百 除了引体向上以外 而且我只能拉六下 也就是六十分 当时我在南部受训 我家住台中 队上有一个规定 只要体能战绩成绩平均九十五分以上 就可以放特别容易加 也就是腰两洞洞就可以走了 这对于我一个算远程的人来说 太重要了 所以我决定加强我的引体向上能力 只要可以利用的时间 我都会去拉单杠 三餐吃饭前 吃饭后 晚上六点到七点 都可以在单杠场看到我的身影 但是队长和区队长一直狂酸我 谁叫你长那么高 我带过那么多的学员生 你不可能拉超过十下啦 连我自己的同期同学都不看好我 可是我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我就是一直练 一直练 过了一个月后的测验 区队长吓了一跳 因为我拉了十九下 自从那次之后 大家都叫我怪物了 当然军中也有那种 不管你参加什么考试 都真心祝福你的人 也有那种叫你没什么事的话 就下去看书的人 我在参加深造教育考试的时候 就有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主官 只要是我跟他一起在营 他都会叫我下去看书 有事他处理就好 所以我就以入学成绩第三名 考取了深造教育班队 我到现在都还非常感谢 这位主官的帮忙 我实在不懂 为什么有些长官就可以真心祝福 而有的长官却要常常打击你的士气 难道打击别人 你会因此而得到什么吗 我真的是不懂 以上是我针对很多长官酸过我 但是我就是要成功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要不是你们认识